叶子医生 请站到台上来 你紧张什么 叶医生 知道为什么 请你站到台上来吗 今天有一位特殊的人物 要参加我们的会议 请上来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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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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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见面了 叶医生 这是我的律师 我是林一菲小姐的诉讼代理人 起诉书 我们已经递交法院了 今天来 主要是给你一个和解的机会 为什么要和解 对 既然要打官司 就奉陪到底 林一菲女士的手术 我是当事主任 具体的情况 我非常清楚 好啊 杨主任 那请你 带叶医生回答 为什么在给我做剖妇产的时候 用的是术切口 而不是横切口 因为当时你的情况非常地紧急 采用术切口 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 杨俊波先生 你是妇产科的主任 也是知名的妇产科大夫 你一定非常清楚地知道 痕切口跟树切口之间的区别吧 当然 腹部切口 横切口 是最顺应人类自然生长方向的切口 术后恢复快 病患伤痛小 是目前所有剖妇产 最主要使用的切口方式 疤痕 用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我说得没错吧 叶医生 我就想让你当着众人的面 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敢说你从来没有恨过我吗 你敢用你的职业道德来启示 你从来没有因为逃疼恨过我 我恨 但是 对啊 你恨我 所以你完全可以在手术过程当中 进行公报私仇 你明知道我是一个演员 你在我身上留下这么明显的伤疤 你就是有意报复 为什么给我输切口 你就是想毁掉我的事业 林女士 你夸她其词了吧 像这样一个毁了他人前途的医生 就应该逐出医疗系统 这个确实是不应该办 作为一个医生 应该考虑到病人是演员的情况吧 你说是吧 林女士 我想问你 当时的情况 你清楚吗 我清楚得很 衡切口虽然很好 但是比树切口耗费的时间要长 你当时打树切 情况非常的紧急 你还要执意让叶医生给你的手术 在那种情况下面 我们选择树切口有什么错 当美和生命选择的时候 我们一人首选的 是保护患者的生命 好 好 没错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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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真的乱了一个叶子 出头头就应该是你 你为什么不上去 奔死了你 如果说挽救你的生命 断送了你的前程 我们只能说抱歉了 如果你执意要打官司的话 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对了 太美希 我想问你 你拍的戏 难道都不穿衣服吗 你说得真是太可笑了 我就算不是一个演员 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 我身体上的每一寸肌肤 都是我自己的吧 医生在给我做手术的时候 他就应该告诉我 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有知情权没错吧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既然今天的谈判失败了 那咱们就在法庭上见 李院长 回见 叶医生 您还是好好考虑考虑 怎么向法官解释 是否对林依妃蓄意报复吧 您现在正处于孕期的第十三周 宝宝身长大约有七十五毫米 体重比上周稍有所增加 她的眼睛在头的额部更加突出 手指上出现了指纹 好 喝点热的 谢谢你 其实 你没必要替我出头 作为副主任 我有责任维护一个好医生 你喜欢患源吗 这是患者必须要回答医生的问题吗 没有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就认真对他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要告诉他 那杨医生是希望我回答是 还是不是呢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没有彻底放下陶疼 对谁都不公平 你怎么就觉得我没有放下陶疼呢 就因为我想生下他的孩子 这个孩子 是我的 杨医生 我的孩子已经去十三周了 需要做第一次产前检查了 除了盆腔检查 还要测量血压 检查心脏和肺 化炎尿糖 请我的主治医生 为我做检查吧 第一次给你建档做产检 可能会全美一些 有验尸吗 没有 家中有特别的病神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或者是胺色体的变异 全都没有 很好 怀孕十三周胎儿身体的器官 开始工作了 比如说肝脏开始分泌胆质 肾脏分泌尿液到膀胱 胎儿体内的筋质开始慢慢变质 胎儿的营养需要也加大了 可以放心地吃各种平时喜欢 不要担心发胖 而不敢吃的东西 你看着我干嘛 原来杨主任也有温柔的一面了 医生本来应该对患者温柔了对吧 那杨主任的病人还真是幸福 所以你的下属就只能够自然倒霉了 倒霉的是那些不禁止的下属 你不是要你是一个好医生 但我更希望 你能够成为一个好母亲 男人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准妈妈的爱 因为他们体会不到一个天神 在肚子里支撑的感觉 什么 怎么会是我 不会的 这不可能 怎么会是我 怎么会是我 医生 我求你 不要告诉我老公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这一切 真的都太突然了 你别太激动 现在最重要的是和你的家里人商量 什么时候手术 是什么时候占选就真的很难 我上班 但是我方就不要 是什么时候达我 你什么时候达我 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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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答案 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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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开吧 分开 什么分开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离婚 离婚 秀珍 秀珍你说什么呢 你看明一出来 你就跟我说离婚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 是不是叶医生跟你说了什么 你告诉我啊 不行 我一定要问叶医生 看看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先生你干嘛 我找叶医生 不行先生你不能进去 什么不好意思啊 你不能进去先生 我刚看到病就跟我说 你老婆跑了你还不去追 秀珍 秀珍 杨主任 这秀珍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他的利益价比较少 所以掩盖出了真实的病情 你说秀珍是 他一在家再也不要告诉他丈夫 可是要想恢复 必须进行手术 可我也没把握 如果你都做不了 人呀就没人能做了 陶腾曾经做过这个手术 叶医生 叶医生 你 你干吗 叶医生 你到底跟秀珍说什么呢 你冷静点 这人从你准事出来之后 就要跟赵神分手 现在人都找不着了 电话也打不通 你这个女人太狠了 挑不秀珍跟我离婚 不就是因为逃疼的事吗 好 我要告你 我要去院长那儿告你 去院长那儿是吧 走啊 你怎么办 叶医生 又是这个叶泽 马上通知徐珍人 我们医院不能再容忍了 必须做出严厉的处方 院长 这不公平 我老婆都要跟我离婚了 有什么不公平呢 是你老婆要求叶医生 对她的病情保密的 你想知道是吧 回去问你老婆去 李院长 就是那个叶子 给我老婆看完命之后 我老婆到现在都找不到 从今天开始 停止叶子的处方权 不许在这病人 问者开放 让他从住院大夫做起 等找到患者修针再说 当一个医生 得不到信任和尊重的时候 那他 才是最需要拯救的病人 是不是 一年的 你吃 Cats Illum 那我吃 你就没吃 你吃 你吃 我吃 我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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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你吃 我吃 你吃 小 Emily 小辰 你为什么这么拯握我 你故意拯握我 就是为了证明我爱不爱你 对不对 如果 我告诉你 我不是一个弯折的女人 你怕我 你说什么 我是使女 使女 对 永远就生不了孩子的使女 你还要我吗 我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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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了 肚子疼 忍着点 忍着点 你这什么态度啊 有你这人对的病好吗 你 万元 你干吗 真想摔死我 谢谢 这肚子里可是万家的种 真是 王医生 你们这是差点哪一处啊 不不 这是我的病人 你去忙吧 如果你看不了的话 可以找叶医生帮忙 不用了 孟医生就行了 不用麻烦叶医生了 这是我的病人 有我照顾就行了 走 你打算以后都不理我吗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吧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 你的女人疼得那么厉害 赶紧照顾她吧 她不是我的女人 她不是你的女人 却怀了你的孩子 那孩子也不是我的 这么说 人家赖着你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是我 我跟你怎么说的啊 别玩火 我 我先搞定 谁敢伤害叶子的话 跟她没玩 叶医生 叶医生 你好跟我解释一下 秀珍为什么会是使女 不是 这是她自己告诉我的 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我告诉你吧 使女呢就是先天无法进行关系的女性 她称为真实或者假实 那真实女性呢就是 分为先天阴道缺失和避色 也就是说 身至其中阴道或者是阴道及子宫发育不良或缺失 缺失 也就是说没有 啊 假使女呢就是说处女膜必索或肥大或阴道的横格 简单点说就是阴道及顺植器官是发育良好的 但是因为阴道和处女膜的一些异常情况 使得阴境无法进入 秀珍的情况呢 是属于肠道的尾部被堵住了 所以平时月经量很少 甚至没有 性交的时候也进入不了 不过可以通过手术 可以先在诊心外科做好阴道再放进去 那她能怀孕吗 可能不行 我会做进一步检查 哎 是有真的 跑了 啊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我也怕她出事啊 那 赶快派上去找 出事了 说 是 我想有些话 对我老公说 但我知道 自己得到这种怪病 我以为跟我最亲的 能够跟我站在一起 你还有吗 我不怪你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都会无法面对 在错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老公 我只想对你说 不管怎样 我曾经爱过你 只希望 你能开心快乐 希望 也能找个你喜欢 并且深爱你 能够好好照顾你 一辈子的人 你还我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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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别打了 周彪 找到了吗 什么情况 找到没有 老公 你曾经说过 不许我秀珍 不许我再哭 我答应你 以后 都不会再哭了 小珍 和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影 他给了我 从未有的快乐和自信 这也是我一生当中 最美好和浪漫的身体 老公 我只想对你说 不管怎样 我曾经爱过你 只希望 开心快乐 不要哭 男人哭起来 很难看到 在我 美美的时候 我今生 我后悔了 秀珍 张主任 你能不能从医生的角度 跟我们讲讲 使女完全可以通过手术 过上正常人生过的 我们现在直播 希望秀珍能看到 抱歉 抱歉 找人找人 快去 秀珍 我是杨俊波 千万别做事 谁要你听我说 我向你保证 让你变成一个 真正的女人 不用离开我 好吗 秀珍 你在哪儿 告诉我 好吗 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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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大家快找出她在哪里 看样子是喝了安眠药了 姑娘 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爱你的人 不会在乎你是什么 不爱你的人 你这么做多不值得 再说了 使女又不是不智之症 干吗那么想不开啊 楚瘟 你看 赞偷大 上横酒店 站这回事 走 是 秀珍 秀珍 你醒醒啊 秀珍 医生 你快救救她 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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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好点没 我很担心你 你知道吗 你这个石女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弟弟 你这一定要骗婚 你知道吗 大婶 你很搞笑啊 这事她自己也不知道 你脑子没坏啊 来不来运运自己不知道啊 她傻呀 我们还家会去一个傻子做老婆吗 你怎么说话呢 你什么人啊 太过分了 我给你补计下知识 并不是所有的石女都不来月经的 你知道吗 反 反正我们皇家没有这种媳妇 从现在开始 你们谁愿意管谁管 和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什么态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走啊 你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啊 走啊 安子睿 这都什么朋友 关不过什么事啊 杨主任 秀珍怎么办 你送去复课吧 走吧 听说昨天皇上圣的姐姐 也把你给气着了 哦 别提了 有时候恨自己啊 只是个医生 救到了别人的命 却救不了人的心啊 这不正是我们做医生的悲哀吗 你现在一点都不生气啊 生气归生气 但是我也不能因为生气 而失去了智慧啊 在爱情保卫战里面 我们要以智慧去胜 我去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理智啊 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我就得知道在他心里面 他最牵挂的事 厉害 我马上去找院长呢 恢复你的厨房权 修正的手术要做了 我正式邀请你做我的助手 还是让你孟杰吧 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你之前你在见过不是做过类似的手术吗 怎样啊 之前和陶图一起做过一个变性手术 三次的资料我那都有 这不正好吗 有你的帮助我心里很有底 再加上整形外科的加盟 修正的手术 我还是有把握的 就是恢复期有点长 至少得一年的时间 也不知道修正能不能接受 万一他老公不理解 那他的压力会很大 我觉得吧 一个真爱对方的人 是不会在乎对方的瑕疵的 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只要感激是终于 我走了啊 你自己吃啊 别忘了咱俩现在可是联盟 不许有秘密啊 我告诉你啊 男人最重要的就是拼 你自己加把劲吧啊 跟波波波波那我们都在阿菲 这一天 我现在要你的手 这个手 波波波 你有空得到我那 咱们在网上 得选选婚纱了 带我再说吧 这边她知道的 对 我现在要帮我 我过的 你翻看那个上面 是一个黄色的袋子 是不是这个 来 怎么了 不会进眼睛了 来 赶紧 赶紧坐下 来 开了 没事 来 仰点 对 那个 那边也要水 来 来 你酿糕点